尼西米纪第十二章 与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一起上来的祭司和立位人有以下这些人 祭司有希莱雅、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 米利墨、亦多、静顿、亚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迦、士玛亚、约亚利、耶大亚、撒路、亚木、希勒迦和耶大亚 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日子做祭司和他们亲族的首领 立位人有耶稣亚、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和他的兄弟们负责送赞的事 他们的兄弟巴布加和乌尼按着班次与他们相对站立 耶稣亚生约亚金 约亚金生以利亚时 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生约拿丹 约拿丹生亚度亚 在约亚金的日子 祭司做族长的 属西兰亚族的 有米拉亚 属耶利米族的 有哈拿尼亚 属以斯拉族的 有米苏兰 属亚玛利亚族的 有约哈南 属米利谷族的 有约拿丹 属士巴尼族的 有约瑟 属哈林族的 有亚拿 属米拉约族的 有希勒凯 属易多族的 有萨加利亚 属静顿族的 有米苏兰 属亚比亚族的 有西基利 属米拿民族的 有某一位 属摩亚底族的 有皮勒泰 属毕加族的 有沙姆亚 属士马族的 有约拿丹 属约亚利族的 有马特乃 属耶大雅族的 有乌西 属萨莱族的 有加莱 属亚木族的 有西伯 属希勒家族的 有哈沙比亚 属耶大雅族的 有拿坦叶 在以利亚时 耶和耶大 约哈南 和亚度亚的日子 立位人的组长 都登记了 同样 波斯王 大利乌 在位时的祭司 也都登记了 做组长的立位人 登记在边年路上 直到以利亚时的 孙子 约哈南的时候 立位人的 族长是 哈沙比亚 是立比 假灭的儿子 耶稣亚 与他们的兄弟 相对战立 照着神人 大卫的命令 按着班次 赞美称颂 马他尼 巴布加 俄巴迪亚 米书兰 达门 和雅谷 都是守门的 守卫城门的库房 这些人 是在 约萨达的孙子 耶稣亚的儿子 约亚金的日子 以及 在省长 尼西米 和祭司 兼经学家 以斯拉的日子 任职 耶路撒冷城墙 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 众民在各地 寻找立位人 带他们到耶路撒冷来 要他们称谢 歌唱 敲拔 弹琴 古色 欢欢喜喜地举行奉献典礼 歌唱者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平原 从尼陀法的村庄 从伯吉甲 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庄 聚集前来 因为歌唱者 在耶路撒冷四围 为自己建造村庄 祭司 祭司和立位人 洁净了自己 然后洁净民众 以及城门和城墙 我带领尤大的领袖 上了城墙 组织了两大队送赞的人 一队在城墙右边 向着奋门前进 跟随他们后面的 是和沙亚和犹大的一半领袖 还有亚萨利亚 以斯拉 米苏兰 犹大 汴亚敏 士玛亚 耶利米 还有拿着号筒的祭司 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 约拿丹是士玛亚的儿子 士玛亚是马他尼的儿子 马他尼是米干亚的儿子 米干亚是萨科的儿子 萨科是亚萨的儿子 他的兄弟士玛亚 亚萨利 米拉来 基拉来 马爱 拿蛋业 犹大 哈拿尼 拿着神人大位的乐器 经学家 以斯拉 走在他们前面 他们到了全门 就登上大位城的台阶 随着城墙的声势 经过大位的宫殿 走到东边的水门 第二队宋赞的人 往左边行 我和一半的人民跟着他们 在城墙上过了炉楼 直走到宽墙 过了以法林门 谷门 鱼门 哈南夜楼 哈米亚楼 直到阳门 就是在护卫院的门前 站住 于是 这两对宋赞的人 就站在神的殿里 我和一半的官长 也站在那里 祭司 以利亚经 马歇亚 米拿尼 米干亚 以利约乃 萨加利亚 和哈南尼亚 拿着号筒 又有马歇亚 士马亚 以利亚萨 乌西 约哈南 马基亚 以兰和以谢 歌唱者 在伊斯拉西亚领导下 高声歌唱 那一天 众人献上极大的祭祀 而且非常欢乐 因为神 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妇女和孩童 也都欢乐 耶路桑冷欢乐的声音 在老远的地方 都可以听见 那时 有一些人 被委派管理 存放举计 出手之物 和十分之一 贡物的库房 把各城的田地 照着律法 所规定 归给祭司 和立位人的部分 收集到那里 犹大人 为势力 供职的祭司 和立位人欢乐 祭司 和立位人 谨守他们的神 所吩咐的 谨守捷径的礼 歌唱者 和守门的 也照着大卫 和他的儿子 所罗门的命令 去行 因为 远在大卫 和亚萨的时代 已有师班长 并且有赞美 称颂神的诗歌 在索罗巴伯 和尼西米的日子 以色列众人 把歌唱的 和守门的 每日应得的份 攻击他们 又把分别为圣的 分给立位人 而立位人 也把分别为圣的 分给亚伦的子孙 和尼西米的